大家好, 我是雞翼達人 快到父親節了, 想到和爸爸吃什麼味道 如果外出吃, 爸爸一定不同意 因為他不想你花錢 不如試試我上次做的花雕雞油蛋白蒸蟹 這道菜又簡單又好吃, 又上大桌 反正要買一隻新鮮雞做雞油 倒不如做這碟 臘腸蒸雞, 傳統口味 老人家最喜歡的了 再炒多碟菜, 就剛剛好 究竟雞應該怎樣做才會滑滑滑呢? 還有, 雞應該怎樣夾才能補鮮味呢? 究竟要蒸多久才不會蒸到水滑滑滑呢? 好, 一起看看點煮 先將以下醃料攪勻 蠔油能夠增添鮮味 留意, 鹽因為會抽走水分 同時抽走雞味 不能加太多 不過, 浸間就要用到鹽了 用一茶匙鹽加一大碗水浸15分鐘 有助去除腥味 清洗數次後 完全吸乾水分 便能吸收你的醃料 蠟腸切後面 不要太薄 否則, 下蒸的時候 這些油都會滑出來 那隻蠟腸就很難吃 然後, 將雞件混合醃料 最好放雞進去 然後倒入醃料 就不像我一樣 用手拌一分鐘 就會更加入味 你見到我慢慢用手拌一下 其實醃料都吃光在雞內 所以, 如果雞吸水時吸得越乾 它入味便會越好 攪拌薑絲 將一大碗薑切成絲 然後拌下去 加了薑絲 整個雞蒸起來更加香 更加嫩滑 因為薑有了鬆肉 令它更加嫩滑 這時候, 將杞子和紅棗 用水浸幾分鐘 浸軟 然後, 紅棗去滑備用 好了, 攪拌濕粉水 即是粟粉水 加了粟粉水 所以, 雞蒸出來會滑 但不黏 有時, 直接加粟粉 混合, 混合 可能一塊塊 不夠爽 而這樣, 滑 但不黏 最後, 把臘腸放進去 放在這裡 其實, 現在開著火 轉頭就蒸了 醃料的過程 大概十分八分鐘 混合麻油 雞蒸起來更加香 雞放在碟上 不要重疊 中間留一點焦 蒸起來受熱更均勻 將雞放成圓形 很容易頭 老人家喜歡圓滿 紅棗鋪在旁邊 或鋪在雞面 都可以 再放杞子上去 臘腸放在表面 將臘腸油 可以滲入雞 蒸出來就更加好吃 記得, 要用大火蒸 蒸大約八至九分鐘左右 這樣就可以了 用大火蒸, 雞絲不會黏 這麼快就蒸起了 中間的洞子裡 放少許芫荽 然後再灒少許滾油 加少許蔥 放上去就很好吃 一碟這麼好吃的 臘腸蒸雞就完成了 哇, 雞很嫩滑 很好吃 蒸得剛剛好 而且那些臘腸的油 滲了在雞肉很香 還有杞子和紅棗的甜味 滲了雞和醬汁 非常好吃 哇, 甜甜的 還有雞油汁 拿來拌飯 是可以吃完整鍋飯的 好了, 我今天講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這次分享 記得給我一個讚 我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很需要你的支持 如果你的朋友都喜歡吃 蠟腸蒸雞 又或者他都沒想到 做什麼給爸爸吃的話 不妨把這個片段和他分享 看看他喜不喜歡用這個方法蒸雞 這個超簡單, 零失敗 一定好吃的 好了, 下次再見啦 拜拜